一般来说水中的虾类 它们生活的温度都不会超过27度 人们普遍认为 当水温超过55摄氏度时 生命体将难以生存 然而 自然界的神奇却无法以常识判断 比如 世界上最耐热的虾 此刻就生活在海底火山口边 它就是白色盲虾 你知道吗 生活在海底深处 导致很多海底生物几乎变得没有势力 既然称为白色盲虾 可想而知白色盲虾的隐形是盲的 没有势力 如此看来 它的确是没长眼睛的虾 毕竟在海底 基本上都是黑漆一片 没有光线 眼睛也无法发挥作用 因此 很多海底生物的势力都已经慢慢退化 有趣的是 白色盲虾们生活在水温可超过 450度的海底火山口附近 难道说它们不会被烫熟吗 白色盲虾是英国科学研究小组 在加勒比海 开曼群岛以南 一处海沟发现的一种虾 他们认为白色盲虾 生活在海底深处的火山口 并指出 在黑乎乎的海底深处生活 眼睛已经变得不再重要 有趣的是 它们的背部会发光 这也许可以称为 长在背部的眼睛 1997年 美国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 在东太平洋 加拉帕克斯岛以东的一次探险活动中 发现了一个位于海平面以下 2500米的深海火山口 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座深海火山 而后专家们随即发现了一件令人目瞪口呆的事 借火山口附近的水纹高达350摄氏度 水中却是生机盎然的景象 这里有虾 蟹 巨蛤 恐线虫 甚至还有高级章鱼 也有不知名生物摇曳其中 它们仿佛完全不怕被煮熟 该时期 专家们完全无法理解在如此极端恶劣的环境下 这些生物究竟是怎样生存的 随后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它们发现大部分火山生物都只能生活在火山附近 这也是因为火山口高温导致植物难以生存 从而使得食物链底端 是以火山喷发的硫化氢为食的氧化硫干菌 高级一些的浮游生物则以它们为食 虾蟹格等又以浮游生物为食 最后是食物链最顶端的章鱼 当火山活动结束后 火山附近的生物也会随之死亡 直到下一次火山塑醒 这里又会是一片生机盎然 这种现象也最令人感到费解 那么问题来了 这样的白色盲虾要怎么吃 这种虾生活在3000到5000米左右的深海里 在海底火山喷涌时 水温可突破450度 在这种温度下 大多数海鲜普遍会被烧熟 但是白色盲虾却顽强地活了下来 从这点上来看 这些与众不同的虾类 的确刷新了人们对虾的认知底线 鉴于海底压强较大 倘若按照这一现象来推理 似乎普通的开水 已经无法将超级耐热虾煮熟 它的耐热性仿佛是其他生物望尘莫及的 至于这种虾为何能够忍耐如此高的温度 大家也纷纷提出了猜想 很多人认为是虾壳阻挡了高温 难道说白色盲虾真的是世界上主不主的虾 很少人知道 当水温升高时 白色盲虾就会离开 它们也不会靠近高温的火山口 正是因为白色盲虾用了独特的温度计 也就是背部的发光器官 它可次量火山口的海水温度高低 提示白色盲虾距离火山口的远近 当火山口的海水温度太高 它就不会在火山口觅食 后来进研究发现 其实白色盲虾生活的水域温度 在40摄氏度到60摄氏度之间 超过这温度 白色盲虾就会死亡 要知道 白色盲虾的主要构成同样是蛋白质 鉴于蛋白质超过90摄氏度的时候 会开始变质 凝结成固体状 所以在火山喷发之际 白色盲虾会迅速转移到温度较低的海域生活 如果真的是450摄氏度的温度 届时估计白色盲虾早已是焦炭了 事实上 在国外的一本深海生物资料书中 就有详细的介绍过这种白色盲虾 资料中指出 白色盲虾虽然能在高温下存活 但是放进锅里却一煮就熟 原因也很简单 这种虾之所以能生活在高温的水中 是因为体内可以分泌一些耐热的物质 一旦将白色盲虾捕捞上来 因为巨大的水压差 导致它们会立马去世 因为死虾无法维持胜利技能 虽煮不熟白色盲虾完全是无稽之谈 总的来说 白色盲虾无法在450摄氏度高温海水中生坟 也承受不了100摄氏度的开水 在开水中 它们会被煮熟 值得一提的是 生活在深度5000米的海底海沟之下的白色盲虾 很难被人类发现 白色盲虾更多地适用于科学探索 它们和新品种海洋蜗牛 蛇状鱼类和片脚类动物等 形成了一种海底生态链 了解这些生物 恰好有助于探索海洋生物在深海中的分布与进化 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白色盲虾煮熟了 大家也最好不要吃它 因为它的体内有许多对我们身体不好的物质 毕竟这些虾长期生活在海底火山旁 摄入了非常多的火山矿物质 因此 人类吃了只会对人体有害且没有好处 即便未来的科技更发达 所以将它们捕捞上来 人类也不会拿白色盲虾当作食物 对此 大家是如何看待的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启明 谢谢那些关注太空级科普的朋友